享受美食又怕胖 这户外运动又有限于天后等因素 不少民众选择上健身房 有业者看准潜在的人口商机 成为首家插旗太平地区的健身房 不只要吸引年轻人 连中老年人都能一起加入 主打24小时都能运动 还引进着脸部辨识系统 采用商用等级的健身器材 更设置了医院等级的体脂分析机 需要让民众有高CP值的享受 随着音乐节奏 大家跟着教练动起来伸展筋骨 现代人喜欢吃美食 但又不想要身材走样 看准潜在的运动人口商机 有业者就成为首家插旗太平地区的健身房 要让民众运动不受天后和时间的限制 我们看准在太平有将近20万的人口 可是却没有一间比较有规模的健身房 所以我们想要在这里提供给会员们 一个24小时舒适的环境 一个开心的运动空间 我觉得这个很不错 我至少看得到 像我们新的用完都会自己去拿酒精来插过 你不用担心有病毒的问题 这边的话就是说一来空间大 再来就是说人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边人不会说很拥挤 再来就是说我们这边有24小时的服务的话 在运动的时间比较弹性 变成镜头轻轻一扫就能够辨识是否为会员 采用人脸辨识系统 方便民众24小时都能够进出运动 不只要吸引年轻人 就连中老年人都能够一起加入 采用商用等级的健身器材 像是仿PU跑道跑步机 减少对膝盖的伤害 更设置医院等级的体脂分析机 希望让民众有高CP的享受 这里比较不一样的特色是我们有旅游保证 所以你不用担心球场无门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免费量inbody 帮你测量你身体的数值 每个月可以去追踪 然后我们也是采用人脸辨识系统 24小时营业 所以即使我们现场没有服务人员的时候 你也可以自己进来 然后无忧的运动这样子 PU跑道确实真的有比较好跑 就不用说你一直坐地 然后膝盖会比较痛这样子 很舒服啊 就是很稳啊 然后安静无声啊 就是喜欢顺畅 所以我每次都是这两排 崛起健身器材肌肉线条明显可见 或是踩飞轮训练脚步机耐力 如果想要上课程 也有国际证照的教练群 规划像是空中瑜伽 拳机等课程 要用专业让全民一起动起来 也开创在地的健身市场 介绍上张安台中才能报道